好了 如果這個蔬菜而已 像豬肉怎麼蓋很多 一來因為疫情 豬肉不可以來進口 二來也是因為疫情 民眾都不可以自己煮 所以豬肉來蓋大樓 說這個冠樓 每公斤蓋超過八十八塊 創下歷史維新館 這個市場的領受價 應該是標告一斤百五塊 這團圓和賣光肉飯的老闆 都海海狗 市場上這樣一個三站 市場上市家庭吃一頓的量 稍後一斤要賣123塊 民眾買到心情疼 買豬肉會不會覺得有點心痛 是要用 也是要買 還是可以接受嗎 可以啊 因為要吃啊 因為疫情民眾在家裡 吃飯的機會變多 進口地沒辦法進來 郭山在賣介紹 自三級的境界後就一直去 六個每公斤八十一塊 四個肉超過八十八塊 創下歷史維新館 比英年同期七十五塊 幾乎兩聲 二千五可能還會繼續去 市場在賣介紹一斤一百五 不過通常說一百六才能夠反映成本 國民美食空肉飯的業者 一樣很晚餐 民間在企業 他們只能去收成本 就怕企業會被人家怕到 疫情已經造成很多消費者 在公司上升級上已經受到影響了 我覺得這是重疑時間的時候 因為在今年的春節前後 大型養豬場感染的那個夏粒 造成這個豬原的一個短切 中間和中秋在要到了 豬肉的輸給也會增加 豬肉可能會繼續起床 民眾想要吃到豬肉 黑integritydown 養豬場感染的兒童 超越年齡每一月都是曾在